大家好,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很开心,邀请你好朋友LikingGalai 你好,你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说一些特别的东西 其实不特别的,我想香港人听到这两个字 就是一个叮一声的眼睛睁大,就是日本 其实日本,无论汇率,甚至股市 今年都是热门搜寻的字眼 特别是日股,我想在年初的时候没有什么基金经理 是看到它竟然成为了全年的黑马 如果我们以东正指数为例 到这一刻,虽然9月之后有点回调 但那些front flow依然是涌入,说要buy the deep 我不知道,肯定有人问的 未来这个momentum是否继续 你们究竟在行内看到什么零售投资债 看不到的呢,要分享一下 你说buy the deep,它也不是deep很多 其实上半年已经涌出来了 我们说下半年投资展望的时候 都跟大家说日本股票 都是继续很值得留意 但是谁知道,全街大家联名我们都是 很公平的,不是骂人家的 大家说看好之后,它是立了的 但是来到第四季的时候又飙过了 所以大家看到资金流入的程度和热情 其实都有持续性在 最主要我们看的是,因为日本股票有很多主题 我先不要说什么,先说日元 你一路折一路折一路折 大家都知道日元的会计 通常都会理好日本股票 你那个日元去到33年的新低 所以大家不断在想日本股票 会否继续吸金能力也很强 这也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突然之间多了这么多人 留意日股在2023年原来是环球股票当中 甚至乎比美股和很多地区 更硬正 相对来说表现挺好 我们看到这些股票就让大家看到了 之前一轮有些人减仓 然后后来,我说来说 踏入第四季度 其实大家又加速再买入这个市场 其实都挺跑赢的 区内其他一些新兴亚洲区 当然它是成熟市场 如果我们看回报的话 其实日本冬定指数 曾经冲过上去 最多升幅差不多30% 但是一度回调下去 就升大约18% 还有现在再加速 变成year-to-day 去到今天来说 大概是20%多 都依然是表现非常亮丽的 刚才Loy就说 留意到一个因素 就是日日日比较弱 待会我们会 一定要详细拆解 如果大家想去那边 投资也好 或者去旅行 都需要关注 另外就是 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股神 其实如果我觉得 2020年8月的时候 股神会突然披露 它是持有五大伤社 然后告诉你 这个潜在重大机会 其实国际投资者的眼光 是没有那么深入去研究 究竟这个市场是否值得买 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 转捏点 你有人加持 是 零零射不同 所以尤其是 你刚才第一个问题 这个回答 零售投资者 是吗 如果你说一般机构投资者 大家留意资金流 那些基本面 等一下我们再拆解说 日本股票的股值 盈利的增长 有什么亮点 这些 这些是我们行内 可能大家就 看这些因素 但是这些大MASA 怎样做事 而且还是一个 刚才这幅图 现在这幅图 一个迷失了三十年的地区 居然有个国际这么著名的投资者 开始走进去 那大家都立刻想想 为什么呢 尤其是对散户来说 就立刻有这些亮点 而且你说到 在香港这个市场 更加是 因为我们炒中资股 或者中国股票 今年又没有什么亮点 算了吧 麻烦了 是吧 心狠类的 所以 所以 现在我们看这一件事 就是 日本股票 你有大的国际投资者 和多了不同的机构投资者 在留意之下 那些零售投资者 开始都真的追货 今年都见到这个趋势 是的 因为前半天巴郡出现了业绩 之后 其实你见到 副手芒格 都特别出来提到 他们投资日本这件事 很搞笑 他说 其实股神 几十亿这样下去 简直是一个无脑的投资 是不需要用脑的 他说 简直是一个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竟然发掘到一个 这么具潜力的 这么几只股票 已经去帮他 持有以来 平均有三倍以上的站峰 最近有一个新闻 外电报道 说巴郡有机会 再发一些日本的债券 主要是给日本的零售投资者 有些人就说 原来 之前他曾经发过这批债券 之后 同月他就飞去日本 见五大商社的老板 接着隔了一个月 他就再次增持相关的股份 正如你所说 究竟股神将来会不会再增持呢 你都要看所有公司的基本面 究竟整体 你说便宜又不算便宜 已经很便宜了 因为升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们现在怎么去称 整体日本股票的质地 其实你都是那几个方面 其实现在升了这么多之后 真的我们遇到一些散户 或者大家都有疑问 今年我这样才进去 现在才进去 就是很迟 但是你看它的股值 其实我们如果看回去 最主要最主要的其中一个背后的原因 那为什么大家开始买日股 当然除了大MASA之外 也有一些关键是我们留意到的事情 就是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 其实由去年开始 或者这两年 是很提倡 要提升日本公司的股值 要企业管治提升 就是最直接是怎么做 就是希望增加对股东的会馈 你想想今年港股风风雨雨 就是有一些老牌股份 原本派红股又不派 那些都很影响大家 那些长线投资者对它的热情 所以若果现在东京 日本股市就很鼓励要增加对股东的一些回馈 例如加派息和做回购 现在的回购规模 是这么多年 十几二十年来说 一个很高的水平 好久没有试过 那还要看到现在 其实他们回购完 你要看他们的袋里面 够不够钱做 原来正现金公司的比例 其实很明显 就是比起其他的成熟市场 美国和欧洲来说 完全跑赢一大截 这幅图又被大家看到 就是你有个子弹去继续做回购 或者加派息 所以这件事是继续一个重要的去推高日本股票的股值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这个就看到 阿奈刚才提过 东正 其实他之前曾经开口说 如果股值太低的日本公司 其实你们要想想 你们如何去提升管制 以及真的 价格反映你们本身的value 就好像我们当时说的中特股 后来复制了这种 其实exactly是日白股 日特股真的走出来 因为公司回购股份的积极度 直接爱国精神地 立刻丧买 然后我记得上个月 有些传闻就说 东正指数公司觉得不太够 因为披露上不够 有机会明年年头 直接fine tune 是会公布出来 究竟哪些公司的pebook 是低于一的 还剩下多少 然后他不是说 叫你其他一些做 给你压力 从而其他公司都会觉得 原来我还没做事 投资者还没知道 这样的时候 就会加快再做 因为大陆11月 就是日本公司 通常回购股份的 挺高峰期 所以我想 未来会不会再多 这些相关的公布呢 所以这一样 就是一个 挺明显的吹发势 你看到 所以现在他们那些 估值便宜的公司比例 亦都是比起 美国也好 欧洲来说 也好 是很明显 比例还是高的 所以刚才说 估值贵的那样东西 你知不知道Debbie 现在升完一大轮之后 现在日本股票 大约预测市盈率 12个月的预测市盈率 大约是14倍 比起环球股市 先对比自己 长期平均历史水平 差不多 它都是预测PE大约14倍 你对比环球 其实现在它的估值 折扬幅度 还有8% 你听到这样 那会不会升了那么多 比环球还有一些折扬 但是过往是怎么样 其实过往日本股票的估值 比环球股票 有Premium 有一加5% 但是现在的估值 还比环球股票 有折扬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升了那么多之后 还未需要一个很境界的水平呢 还有那么多刚才我们说的措施 原来是会继续推高日本股票的估值 所以整个亚洲的股票配置当中 我们现在重点的市场 觉得是维持一个超倍的 就是日本股票 好 留意一下 就是4PE大概 刚才你说十四倍多 十四倍多 十四倍多 大概只有五年平均的水平 你自己回去对比 以美国为首那些 那些十七八二二二十多 那些松跌 纳指为例 那样 就看到了 那个质件增长 但是 我们现在都处于环球一些主要的 即是 贵报 贵报阶段 包括日本在内 那很少人走去溜一下 看一些日本公司究竟做成什么 除非 大那几只 除非我们认识那些 是 打机我们认识那些 Nintendo 即是Sony 又或者駕车的话 你会留意Toyota Honda那些 Toyota我简直是全掉了 它的估计是升到黏了 就是很厉害 车股 做完业势之后 它再爆一阵 现在YToyota是升五十多个百分比 今年 我见第二季的盈利 暂时来说 超过60%的日本公司 其实是比赛了市场预期 但是有些行业 就一般的 其实我们在未来的选股方面 或者基金应该如何去筛选一些 即是带到我跑赢的 因为有些企业 比如一些化工企业 在日本那边 其实最近的业绩做得不太好 其实整体两样东西 因为我们的看法就是 可能日本股票就是 大家看它的经济 有机会重新重拾动力 跟过往一定长时间不同 所以一些传统一点的股份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一些科技类的股份 就是一些半導体相关的 其实几个重点的市场 我们都是喜欢这类型的股份 为什么呢 大家要留意最近期 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日本政府 现在计划追加财政预算 额外的财政预算 去到2万亿日元 这里就相当于大约是 百三亿美金 那做些什么呢 原来全部用来做 晶片行业 做半導体的辅助 里面有很主要的 有三分之一 其实是帮半導体 帮一些晶片大规模生产 去扶持一些生产线 希望再做多些 所以我们看半導体的行业 晶片的行业 或者一些高端的科技行业 继续都是一些重点可以留意 至于你说整体经济那些 因为现在大家一直看 日本的通胀 究竟会不会继续走高呢 日本央行自己也是提及一些 其实未来这几天 日本就公布最新的GDP的数字 会不会好呢 现在市场看得挺好的 我们看 大家看 有机会的增长 就是后疫情年代来讲最强劲的 可能第三季的GDP的按年增长 会去到1.9% 里面就很靠旅游 消费这些开支大动 我们有份大动 是啊 香港人真的很大贡献 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看 一些和这些消费相关的股份 或者我们刚才说的科技行业的股份 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可以去留意多一点 是啊 其实按田文雄上台之后 因为现在民望偏低 听过支持度只剩28% 所以他很积极做很多事情 刺激经济 之前那星期公布超过17万亿人员的刺激经济措施 亦都同时间希望令到民众在高通胀底下 不要那么叫苦连篇 就是多一点的补贴给他们 希望民望做好些 同时也有内所说 半导体行业 他应该希望原谋记错 2030年他想一个规模回到两倍或以上 所以相关行业都可以留意的机会 不过我觉得和他们股票的盈利息息相关 就是日元的走势 刚才你也提过 因为今次我们拆开一盘数 很多公司因为汇兑方面 是帮到他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额外收益 日元去年跌完今年继续跌 很多人本身年头才说会回转的 你在暗示我 我上两次跟你说下半年汇时 记住留意日元 是 回转过一下 但是持续不到 接着又再约会 大家好像完全不再理 央口出口做任何干预 那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还不干预出口 有他 直田直成是现在说要继续维持超宽松 是不是不断暗示 但是暗示完之后 又第二天有些报纸 或者外电 日经那些报道就说 明年有个计划 要退出超宽松措施 是的 会加息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他什么狐狼 买什么药 但是你看日元的走势 其实和息差 就很明显有一个很明显的关系 最近期这样 现在其实美国十年期债券 和日本十年期债券的息差 其实最近期 试过扩阔到超过四厘 正正就是令到日元 最近去到日元 又再升穿了150 甚至乎到151 更加高的水平 你知道息差因素 如果美国的利息高过日本的利息 那么多 很明显的钱就走到美金 又离开日元 那现在最近几天更好一点 息差收窄一点 就去到大约3至6 那样上下 其实这一轮的息差阔阔 就是今年大约是 早多半年的时候开始了 当时的息差大约就是 2.8%那样上下 2.8%一阔阔 慢慢慢慢去到4 去到4 原本当时的日元 对美金对日元 就是1.30左右 那你就想想 就升了15%去到150 那有件事 说到这样 就好像 那怎么算好呢 去年是一个好的例子 其实去年年头的时候 差不多 在美国开始加息之前 我当是加息之前 其实 美国十年期债息 和日本十年期债息的 息差大约都是1.5% 所以美元对日元 当时是1.15% 但是美国就不断加 日本就继续宽松 接着去到 第四季中的时候 跟现在类似 又是个息差 债近4厘 那时候 就是第一次 升穿150 就是过往这么长 来说 几十年没见过 但是 当时 就是第四季的 那个4厘 慢慢落回去 息差又再收窄 美息高过日息的幅度 就收窄一些 去到今年年头的时候 去到大约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2.8% 2.9% 那些位置 那日元就去到130 去到130 问题 你现在知道怎么走 因为今年的下半年 大家都猜不到 美国的长年期债息 抽得这么急 没错 就是过几个月 你竟然可以抽一厘 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那便便是令到日美息差 确闯 那你刚刚之前 那个星期回回 一些 接着呢 近日又抽高 又怕不知是否衰退交易 那些 那其实 看美国投资 你怎样看美国债息 所以你刚才说得很好 就是没有见过 那么短时间里面 抽一厘 也没有见过 就是几天里面 会跌半厘下来 是吧 就是因为最近期 你看完联储局议息之后 这里真是很想提醒所有投资者 大家要记住 为什么在议息会议之前 开始那些联储局官员 口气变得更加快些 就是因为他们经常拿着一个点 就是说债息行正 债息竟然抽了这么多 都去到五厘 是的 等了加息 我不用做 但是开完会之后 再配合飞龙的就职数据 它息下来的时候 一落落得急 开会之前就是4.9以上 4.9以上 开完会之后 滚到4.5以下 你讲的是足足跌了4.50个点子 见到它息回得这么快 所以这几天 联储局的官员 连马巴威尔 又回应了 就回应了 所以其实 就是说给了一个玄机大家 去到五厘附近 他们心满意足 够了吗 我觉得他们觉得 所以他们就不再出声了 测试到他们的位置 测试到小弟子出来 测试到小弟子出来 你不要两天 还有不要一个星期里面 试过曾经有两次 是这样跌穿4.5的 那他们觉得 我做了这么久的事情 又这么快被市场推翻 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的看法 其实现在他们就不加了 现在是口述居多的 OK 就是见到债息这样 只要债息大约 所以现在来三个月 美国的十年期债息 大约是4.25至4.5 不要这样跌得这么急 其实慢慢的息回 都是符合到联储局 现在的目标和方向 其他央行都是看美国头 如果你们本身的House View 都有一个情况 都是觉得美国的利率 都差不多到顶部 然后就higher for longer 再继续看 日本捱了这么久 人家都加了5厘 他都没有动过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 那都捱到这一刻了 难道日本走来加息吗 其实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我不知道 因为他不停在推 那个知识曲线的上限 同时因为也是被市场推他 是 他一到他的上限 他又要扔钱进去 再推他就扔钱 现在的参考就在1%那里 所以其实他没有变过 是的 他经常都说 0.5那次变1 是唯一一次有变 你今次说参考水平 那个没有什么变 第二天 即是短期立刻又说 要买债 变成参考 你就已经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 就是做还是不做 可能他不做 所以现在 其实如果他直接说不做 都是一个利好 我们就在等 究竟12月的时候 他会不会真的说 知识曲线控制要取消了他 但是只不过 如果当他们见到 息声的急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做一些措施 去维持利率的稳定 其实现在 你当然说 是否做还是不做 其实现在他们都慢慢 是有需要都要做 因为经济 其实慢慢都是在起 对的 现在说是在表面上 整天都说通胀 未去到央行的目标 但你实际看到 是连续过去 不知18个月的 都是高于2 是的 都高于2 所以他有他的看法 但是数字其实 是他现在的一个口中硬 他不想好像以前 重蹈回以前的覆车 就是过早收紧货币政策 令到你现在这么难得 失落了几十年的经济有的起息 这么快 二十多年来见到通胀 多难得 是 所以他就由得他先起 某程度上 会不会呢 其实他都觉得 一个弱的日元 对于日本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要你不要波动那么大 因为你有些入口通胀 同时如果你真的 推高到工资 服务业的通胀出现 日本是一个服务行业的国家 你成熟市场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是这一批的服务业 而不是现在说的 一些制造业的工资上升 其实才是直田和南说的 结构性通胀上升 所以他一味在说 如果我扣除了通胀 其实日本实际工资是负数 所以他就很不安乐去收紧负币政策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所以现在的春季的工资谈判 大家都是看实的 但现在放风 暂时来说好像 还没有一个很积极的升幅 但是你伴随着 其实这个数据 还有两个因素 就是你的通胀 究竟肯不肯緩和 你通胀緩和的话 其实你的实际工资 都有机会提升的 现在你看过外围的因素 很多地方的通胀都开始缓和 现在还有一个油价 原本大家都很关心能源价格 对日本也好 或者对欧洲的通胀 会不会有来过呢 油价又跌下去 是的 这些又真的舒缓一些 所以我们看 其实他们自己估的通胀 今年是升的 但是2024年他们也看 又会低一点 是的 那当然不是说 通胀要不断升温 他们才有机会收紧的政策 我觉得经济有起息 他们就觉得 慢慢不用做这么多 因为始终一件事 是我们这么多年 看着日本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估计直田搞完这个通胀 或者那个机构性工资之后 他很想重整债市的正常情况 是因为现在扭曲了 你有一半是自己买 那些ETF全部都央行卖了 你ETF又买 债也是自己买 那做什么呢 你要恢复整个债市的一个正常功能 或者令到日本整个政府 整个国家的融资的功能 其实是 原来现在是有契机给他 可以重整 是的 所以我们看 都是会退出的宽松政策 都是很有必要 不论你是说 对经济也好 还是对长远整个国家 他们真的有这些政治任务 所以我们看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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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可能 低位都差不多 但是你說低位徘徊一段時間 另外第二樣東西 就是我剛才說的 它始終的方向都是要收緊貨幣政策 所以接下來的幾個月 你說它回到147、146那些 都會放下這些風 我們覺得 我想看它做一些激進一點的事情 因為現在市場完全不理它 我想看早上大眼睛突然說 它動了 有些東西 起碼有些東西吹一下 今年剛才我們都說 日圓都很可憐 連續兩年 G7 貨幣最弱都是它 大家去旅行是開心的 但是這樣 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Aloi 的說法就是似乎 可能都有波動 如果大家要唱的5.1 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位置 都不錯的了 你分段的話不錯 因為你來到151、152 我們都說你短線最緊要看息差的因素 現在息差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擴闊 因為你單邊 你只是說聯儲局那邊 它其實差不多 現在可能就算是放下鷹 你的債息 就算它放完鷹 八威爾自己說話之後 額色其實你抽回去 十年期的債息 都抽到4.6 附近的位置 都不是之前這樣的效果 是 留意一下 息差 還有日本接下來都會比較多的數據公佈 看看會不會動到匯率 同時其實如果你說的外匯策略呢 今年很多人就是因為日圓的單邊行程太明顯了 變成做一些課程其實是贏很多錢的 例如如果你真的這麼聰明 做到一個稅廊課程人員的話 你就真的差不多20%的賺幅 另外很多人說就是 譬如EURYEN那些 是的 剛剛近幾天都16年新高 是的 160左右那些位置 你會再建議做這些還是未來不需要 這個圖片很明顯的 我們是可以做一些直盤的 那你做直盤可以 我們都覺得因為你對美元 你看到近期它其實都是行波幅 有一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債息大家留意第四季的時候 債息肯升的 十年的債息升到我們覺得有點害怕 去法不理 但是美匯說 美匯強啊美匯強 都是這樣 都是106 是不是 美匯強了 但原來是106 你看它的波幅是104.7到107.3 是走不出去 所以那個美元的強勢 我們都覺得挺是一個尾段 所以現在你說是直盤的 其他的非美的主要貨幣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一點的 例如我們講的 你剛才說的 EURYEN 或者英鎊都是 雖然英鎊大家現在猜它 再加息的可能性也未必很高 歐洲也是 也好像說到要跟聯儲局停下 是的 其實ECB 現在你說再加 我們都覺得它停了 其實它都加完 只不過轉向減息的時間點 沒有大家現在看得那麼隔壁 你知道拉加得的人了 你不要說它隔壁 它是慢幾拍的 可能是很慢 它敵不動 我不動 就叫做連德拉吉都出來說話 你真的沒想過 連前行長都忍不住出來說話 所以我們看 其實ECB 它應該沒有大家想像中 會這麼快會轉向減息 所以始終歐洲和美國的息測 都會收窄一些 現在留意 1.08的那些位置 有機會站上去 若果1.08站穩 真的可以升上1.1 是的 所以那些直盤都可以留意多一些 好了 今天非常清楚 希望也幫到大家 大家喜歡的日本市場 希望也幫到大家一些 找到一些好的投資機會 好 謝謝LOY 非常好的內容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